假如你在退休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出来五万美元用日常花销,你觉得怎么样? 如果这个数字还不错的话,就继续看下去,我来讲一讲如何做到。 我是北美绝经黄有名,我在美国的克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,向前问好。 设想一下,假如说你在退休之后每个月能拿出来五万美元用于日常的开支,日常的花销的话,你觉得这个生活品质怎么样? 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,都还是很不错的。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,很多人觉得可能难以做到,起码你可能要有几百万美元,上千万美元的投入,最后你可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,其实你只需要几十万美元,就可以做到这个结果呢,可能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。 这个地方就要提到房地产投资之强大了。 当我们正确的运用杠杆,当我们正确的去运用贷款,以及市场规律,再加上一点点耐心,其实你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个目标。 假设说你想要在65岁的时候退休,那么现在呢,只需要你在29岁的时候,花35万美元来投资出租房。 那么就可以做到,在你退休之后,每个月可以拿出来至少5万美元,用于日常的花销。 好,我们把这个结论说完以后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原理是怎么样的。 首先我们讲,在你29岁的时候,当然也可以是任意的年龄啊。 我们就说这个呢,是第零年的时候,就是你初始的年份。 这个时候,你去买房,买总价值呢,150万美元的房子。 这个是房屋的价值。 但是呢,我们说,你买价值150万美元的房子,不代表你要花150万的现金出来,对吧。 在美国呢,你投资出租房,是可以做到首付20%的。 首付20%。 那也就意味着你的首付是多少啊? 30万美元。 另外,还有一些手续费,各种杂费。 我们把这个费用呢,也算进来,我们就说是5万美元好了。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水平。 所以你一共需要多少现金呢? 一共只需要35万美元的现金。 对于150万美元的房子来讲,并不是说你买一套150万的。 你可以买5套30万的,对吧? 也就是5套房的事。 30万一套,你买5套就好了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看神奇的事情会随着年份的增长而发生。 12年之后。 为什么12年呢? 因为根据美国的房价的历史数据,基本上平均水平来讲的话,每12年这个房价会翻一倍。 所以12年过去了,你原本价值150万美元的房价,现在呢是多少了? 是300万美元了。 这个时候你做一件事情,叫做Cashout Refinance,简称Refi。 Refi呢,最多一般来讲呢,你是可以带出来80%的,80%的LTV。 好,那也就意味着300万的基础上哦,这个时候注意是300万的基础了。 300万的基础,你可以带出来多少呢? 你可以带出来240万。 这个时候房屋的净值是多少? 净值呢,现在是60万。 请问,现在你手上拿到了多少现金? 你原先的贷款是多少啊? 在150万的时候,你的贷款是120万。 现在呢,你拿出来了240万。 那么你是不是现金的部分就拿到了,我们看啊,现金的部分就拿到了120万。 这个现金的部分呢,还是不需要交税的,为什么? 你不会为贷款而纳税,所以这个现金呢,是不需要交税的。 当然这个现金,你说我拿在手上,我就花了,或者是我藏在床底下,是不是可以? 当然是可以,但是那样可能是不明智的。 在这个地方呢,我们为了达到在你退休的时候,达到你的资产最大化。 所以我们假设说,这个现金呢,你把它重新投入来买房,这120万也买成了房子。 这个时候我们假设说,你是全款买的,你并不是贷款买。 好,又过了12年,原本的这个300万的资产,现在变成了多少呢? 600万,因为它有翻倍了。 这个时候你再做一次Refi,同样是80%的LTV。 这个时候,你的贷款金额是多少啊? 是480万美元。 而净值是多少啊? 净值是120万美元。 你手上的现金是多少啊? 你手上现金是240万美元。 然后注意前面你买的120万美元的房子,因为它过了12年,它的房价也会升值。 所以你现在还有房产,这个房产呢,就是也是240万的价值。 所以你现在手上一共有多少的资产? 我们不算这个前面这个portfolio的净值的部分,仅是后面的这个就有480万的资产。 好,我们说又过了12年,一共是36年嘛,从你29岁到65岁,又过了12年。 原本600万美元的房产,现在价值多少? 1200万。 之后你又做一次Refi,同样80%的LTV。 好,现在呢,你贷款贷了多少啊? 960万。 房屋的净值有多少啊? 净值是240万。 好,那现在呢,你注意你手上的现金又拿到了多少? 你现在的现金呢,拿到480万。 另外还有多少价值的房产呢? 是前面的这个480万乘以2。 因为前面这480,它又翻倍了。 这加在一起是1440万。 现在呢,你看你手上一共有多少资产呢? 房产里面的净值加在一起。 这是1200万。 另外你手上还有多少啊? 现金呢,是480万。 这加在一起,一共是1680万的资产。 根据理财上面的规则,说在你退休的时候,可以把你的资产每年拿出来4%使用,而不用担心会枯竭。 至少可以用30多年,也就是说你65岁的时候,每年把这个1680万美元拿出来4%来支持你的日常生活,你至少可以用到90多岁。 那一年4%是多少呢? 那一年4%是多少呢? 就是67万2000美元。 也就是平均到每一个月是多少啊? 5万6千美元。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。 从最早你只是花了35万美元,买了5套房,到最后你退休的时候,可以每个月拿出来5万6千美元作为你的生活费。 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是不是挺令人惊讶的? 那在这个地方呢,我们还要强调,我们的计算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保守,相当简化的计算。 如果你看过我以前的分享,你就知道,投资出租房给你带来的收益,远远不仅这一个维度,它还包含了其他至少4个维度。 比如说债务被出租房的租客给还掉,你房屋的净值就在上升,这个叫mortgage pay down。 还有什么? 还有债务的贬值的部分,还有现金流的部分,还有税务的好处,让你能够很大程度的避税。 所有这些都是投资出租房的好处,所以它有5个维度。 所有其他的维度我们都没有算进来,我们仅仅就说了房价升值这一个因素给你带来的好处,你看就已经是如此了。 所以在现实当中,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比我们在纸面上的计算还要好,你达到目标的速度还要快。 那在这个地方呢,我也要强调一点,当然在我们刚才的计算当中,这个事情在现实当中是不是成立,也取决于你的可贷款的能力。 首付20%是不是能够做到,你能够贷到多少钱,Refi能够Refi出来百分之多少,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现实当中的表现。 但是,虽然说这些是有一定变量的事情,但是呢,我们的整个模型仍然是成立的,整个事情仍然是按照这个规律来运行的。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,不要纠结于具体的数字,到底你是买了100万美元的房产,150万还是200万美元的房产。 不要纠结于这个具体数字,你要看它的原理是多么的强大。 投资美国房地产从来不是只有单一一条路,如果你看我的频道北美决金,你会发现美国房地产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,不管你自己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,你有多少钱,你永远有机会来投资房地产。 即便说你人不在美国,或者说你人在美国,你不想去打理出租房所有那些麻烦头疼的事情,也许你工作特别忙,没有时间,或者你性格上面不喜欢处理这些事情,都没有关系。 所以永远是有其他的投资方式,让你参与到房地产投资当中的,比如说房地产投资信托,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,简称REIT,就是一个很好的建立passive income,被动收入的一种方式。 它呢就是由一些专专业的公司,股份公司专门去投资房地产,而这些公司呢,把它的份额发售给投资者,投资者并不是直接的去持有房产和经营房产,他们持有的是那些投资房地产的股份公司的份额,那么这些公司在赚钱了之后,根据美国的法律要把至少90%的利润分给这些投资者。 如果这种投资方式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有吸引力的,是一个好的方式的话,我也可以给你介绍一家公司叫做REIT Diversified,这家公司他们的投资策略非常有意思,跟我自己的投资公司的非常接近,就是他们会去那些欠税房产的拍卖会上,以很低的价格把房子拿过来,通常是市场价的40%,然后对这些房子进行翻新装修,然后再出租出去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它有多个获利点,你看翻新装修了以后,它就有一个净值上面的收益,那接下来呢,租金还会给它带来租金的收益。 除此之外,还有房屋的升值的部分,以及在某些情况下,业主赎回的时候还会交纳高额的罚金,这也对于公司来讲是一部分的收益。 所以他们在过去两年当中,年化的收益做到百分之三十几,百分之四十几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如果你对这样的投资感兴趣的话,那么我把他家的官网的链接放在今天视频的下方。 你是可以很方便的在线操作,五到十分钟就完成你的投资的,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,只要你能够连上互联网,你能够在线付款,好了,那你就可以进行这一笔投资。 更多的详细的关于这家公司的介绍呢,我也有一个材料放在今天视频的下方,点击那个链接,你也能够看到材料。 我是北美绝经华有名,很高兴跟大家做这些美国房地产投资的分享。 美国房地产确实是大家建立财富的最重要的,最好的手段,没有质疑。 如果以上信息对于你来讲有所启发,让你有所收获的话,那么我想说,获得启发只占到你成功的10%,剩下90%决定于你是否行动。